日前北京截城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截城华视网罪 在洛杉矶天后卫视的总部宣告截城华视网罪收购天后卫视 为天后卫视带来更加多的资源、更大的发展空间 并且推动天后卫视从此迈入传媒体的新里程 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 天后卫视建立一个全美唯一无线播出的粤语频道 44.4天后卫视粤语台 2014年在原有Spectrum时代华纳有线电视 和Ditch卫星国语台的基础项面 又新增了无线44.3国语台 2015年天后卫视更加在三藩市湾区落地 在湾区无线频道4.2 和Comcast有线电视播出高质量的国语综合节目 至今天后卫视已经成为北美华人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 至成世纪作为集文化、教育、科技与一体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公司 和影视文化龙头企业 具备有影视内容投资生产 影视新媒体多评发放传播 影视基地加影视基金等等 配套服务为一体的影视产业体系 收求天下卫视 在制成华视网聚海外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也是全球版权全球发行战略的落地 真正实现内容的全球化 我觉得无论从整个的沟通 整个社会的过程下 未来业务的合作整合当中 会有非常好的整合过程 也是我们真正的节奏化 走向全球重要的一步 我们的愿望是希望整个中国的内容 和全球的内容走向全球 然后我们也希望把全球的内容 引进到中国 把中国的优质内容输出到全球 然后把天下卫视 和我们在国内的整个的内容的运营 做得更好 我们中国节省事迹 在中国的话是一个商市公司 主要是做广电一视频技术的 还有整个的内容生产和内容版权运营 以及整个的新媒体的市场版权 然后我们在整个中国目前 在广电领域 也是技术是No.1的 但整个内容运营这块 也是目前整个规模和数量 也是全球数量都比较大的 这个天下卫视收购完了之后 我们可能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尽量的把我们的这个卫视做得更好 同时我们再把整个像全球内容的投资 生产运营发行一体化来整体来做 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面 还宣布了截成华视网聚 将会联同天下卫视 推出全新的点播APP产品 为北美观众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为本地商家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与此同时 走会还宣布天下卫视 在现有落地 在绿产机和三藩市的基础上 在5月1日开始 将会透过Spectrum有线电视平台 在纽约落地 进军东岸 将节目和广告业务 托展至美东市场 天下卫视总裁成方舟 在当日走会上 回顾了天下卫视六年纪以来 创业成长的足跡 卫视网剧在海外布局的重要的一环 因为我们目前觉得北美市场 现在在新媒体这一块 还属于一个空白期 然后我们希望引进 像这种专业的 卫视网剧的这种专业经验 和媒体这种资源 然后为广大北美的观众服务 然后结合传统媒体宣传 新媒体拓载 然后进行全媒体的覆盖 对 七年前我们不懈地努力 在2015年开设了三藩市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 我们也会落地纽约 所以我们一直努力 然后得到了华视网剧这些认可 这次收购天下卫视 也都受到美国各界的关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股金参赞 国会议员喜吉利 加州众议员周本立 国会议员赵美森 派出办公室主任Becky Chang 州参议员张宁领 派出代表Stephanie Hu 州众议员陈立德 派出代表Gazasano 都前来兴河 并且向志诚华市网罪颁发了奖牌 前来兴河和颁奖牌的官员 还包括蒙特里公园市市长陈赞生 Arcadia市市长大守真 圣马利洛市市长黄文谷 Yoba Linda市市议员黄瑞瓦 Rosemey市议员 盧珠嘉宜 东谷市市议员尤勒林 本地观众相加近200人 参加了新闻发布酒会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